自从今年2月以来,升值了将近10年时间的人民币开始走软。 美国财政部的有关官员发出警告说,如果人民币汇率波动来自非市场因素,将会引发美国的严重关切。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刚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有关中国金融改革的论坛上,首次对这种关切作出回应。 他表示,人民币最近的贬值是因为美联储减少对经济的刺激,中国的贸易出现逆差,以及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等市场因素,出现合力的结果。 有关国家,还有我的同行,有一些关切是非常正常和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在走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方向。 前来,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的易刚表示,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形成机制,以及让市场供需关系决定汇率, 是18届三中全会有关金融行业改革的决定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李道奎博士,在接受美国基金采访时表示,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长期困惑中国的经济和政策制定者的一个问题。 在过去,由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所以汇率机制改革这个概念就等同于人民币升值。 而最近的一些发展,成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一个好时机。 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有畅空中国经济的趋势, 那么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在逐步逐步地退出, 所以全球的新型市场国家汇率在往下走, 所以终于就看到了,终于迎来了一个人民币的汇率有升有降, 国际市场上的观点高度不一致的这么一个情况。 在这个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有升有降的压力都有, 这个情况下放宽它形成的机制, 放宽这个汇率交易的区间, 应该说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那么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被低估了还是高估了呢? 中国央行副行长易刚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李道奎则认为,当前的汇率基本上是市场上不同观点, 和博弈的结果。 基本上是符合一个市场, 正常的汇率市场的正常的一个走势的。 那么中长期看,包括今天下半年看, 我倒认为汇率可能会出现一个先跌后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市场的力量。 这位经济学家说,在未来的三到五年, 人民币的汇率最有可能的是在波动中缓慢升值。 VO卫视利亚,华盛顿报道。